大家好,我是明哥 这里是明哥聊太极 有些朋友讲到了太极拳 问到了什么是新架,什么是老架 今天要跟大家在这里说一下 老架和新架的区别 那么首先要说的就是 说太极拳的老架和新架 指的就是陈氏太极拳 因为太极拳的流派分为陈氏太极拳 姓陈的陈 那就是河南温县陈家沟嘛 他姓陈嘛,陈氏太极拳 那后来就是孙氏,武氏 这个孙就是姓孙的孙 武就是姓武的武 孙氏,武氏,吴氏,口天吴,吴氏 等等吧 我们不说那个 在这个新架和老架 我们强调指的就是陈氏太极拳的 说的是陈氏太极拳 那陈氏太极拳为什么分为老架和新架 那陈氏太极拳怎么没有呢 那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陈氏太极拳传到了第十代的时候 第十代的有两个传人 一个叫陈氏太极拳的一个叫陈氏太极拳 陈氏太极拳传下来的全架呢 就是老架 陈氏太极拳传下来的全架就是新架 那么陈氏太极拳传下来的新架和老架的区别 主要是新架的动作细腻 手法更多一点 但是新架和老架没有根本的区别 都是陈氏太极拳 从开始的时候一脉相承下来的 没有本质的区别 新架和老架 就是这样产生的 这是有的同志问这个 有朋友问这个问题 我们就讲新 我们简单的说 因为讲的那个多了也很多 那个简单的说就是 陈兆氏传的就是老架 陈兆奎的就是新架 也就是跟他下面的徒弟徒孙传下来的 那都是陈兆奎下边的都是新架 陈兆匹下边的都是老架 这样讲比较合适 好 大家知道了这个 就很简单 简单的了解一下去了 好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